国际黄金价格在今年是屡创新高 根据官务署台北关统计 今年到目前为止 旅客出入境 没有申报期待的黄金 年增率超过了六成 来到了12,328公克 财经专家分析 即便黄金价格在11月出现回档修正 但是长期来说 还是会往上攀升 预估国际间的黄金走私状况 将会日益严峻 国际黄金价格今年屡创新高 飙涨超过三成 连带也让旅客违规 携带黄金出入境的状况日趋严重 根据财政部官务署台北关统计 今年查获旅客出入境 未申报期待的黄金 从去年的7637公克 大幅增加到12,328公克 年增率超过六成 这一次的案件主要是跟日本 通报日本他们成功期货的 主要日本那边的营业税也高 但有一些民众表述的都说我不知道 依据财政部现行规定 旅客出入境期待的黄金 以等值2万美金为限 有财经专家认为 即便黄金价格在11月出现回档修正 但以长期而言 预期还是会往上攀升 更进一步分析 国际间的黄金走私 以东南亚巴西阿根廷等国较为严重 主要是因为新兴市场 对美元体系的不信任 近期我们看到在美元的走势上面出现了大幅度的一个波动 更让他们必须要去依赖黄金来去做一个所谓的储备 或者是在这个个人之间的一个交易 还是有同行会预估说明年的黄金价格还是有机会挑战3000块美元一盎司 我认为这个后续在整个走势的情况有可能是会越演越烈的 随着旅客违规期待黄金状况严峻 台北官也呼吁期待超过限额的黄金 务必要主动申报确保自身权益 这里随城建国台北采访报道